这黑色道具还真是难以控制 得赶紧找找灵药了 你是这个世界上除我以外 唯一一个传奇必担静 力量太强 要么被觊觎 要么被除掉 奉劝你一句 低调行事 哼 我好奇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我和你不一样 看来我们确实是 第一次出来见世面 没被人拒绝过 也没被信任的人捅过刀子 我也奉献你一句 别随便和人交底 会死得很惨的 叶峰 他娘这 黑色道气的沙发之灵 我平尽全力 也只能控制一小会 叶宫凤 这位就是大长老 要灵天 您需要什么和他说就行 长老 您的药 这刀上的杀机 也白色稻妻同源 但却相克 这力量 在吞噬我的经脉 还好没事 不对 这力量好强 不行 我必须得尽全力压制住 叶峰 上次你有劫雷相助 我输得不服 有本事 就再与我一战 没功夫陪你瞎闹 快捆 你 竟就不知之法理 下眼斩尽 大 我 灯头子 你又来 死日之后 我陪你当 你先回去 我现在就要杀了你 好 我与你一战 不畏宝塔 只为我拯救你 我南宫家的脸面 啊 南宫林 已经将南宫绝学 修炼的炉火纯青 叶峰 是不要命了吗 不止如此 据说南宫林 出去历练一番 已经占玄境了 这场比斗没有悬念 叶峰铁定输啊 放弃 叶峰铁定能赢 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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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也敢来挑战我 狂妄 叶峰 叶峰 一个币丹跟战选 逞什么能啊 这下好了 一招没出 人家一掌 就要把她护下雷台了 哼 就是 真没意思 能借我全力一掌 你 不错 秋风霹雳掌 我猜得不错 南宫绝学 果然更适合女子 是我轻敌了 你是他 好 那我也瞧瞧 你的本事 九转不灭体突破第三重后 我的自愈能力提高了不少 为什么只有这一条灵脉 迟迟没有突破 虽然毕丹锦第十一重 已算圆满 但没有绝世的奇迹 只怕难以突破毕丹十二重 更别妄想通玄境 第一天骄 南宫绫 终于等到今天的擂台大战了 不知道南宫少爷和叶峰 谁会赢啊 南宫绫吧 不过听说叶峰已经加入了百耀王 南宫绫就算赢 也不敢下死手啊 那不就没什么看头了吗 哎 这可不一定 你们忘了南宫林跟萧家添交的事了吗 这一家人养不出来两种人啊 已经到时间了 这萧家的人怎么还未到场 不止萧家 叶峰也没到呢 是窃战了吧 擂台大战 是咸阳城一大盛事 可萧家纵容叶峰言而无信 目无规矩 营和他一起被赶出咸阳城 不够不够 你们早晨都没吃饭 一群废 一血归原第三筹 悬魔无言 没想到从秘库中偶然翻出的偏门功法 居然这么适合我 叶峰这点都是没说错 南宫绫绫 看来只适合娘嘛 嗯 小猎戎和兽血 突破到通玄境二重后 这些通玄境一重的护卫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到时候朕杀那个叶峰 绰绰有余了 爹 这兽血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再多给我来点 这兽血是为父一名故人所赠 放心 只要能替我南宫家争光 你要多少 为父都去替你求来 哼 你 过来让我练两招 哼 少 少爷饶命啊 小的 小的没有修为啊 没有修为 那不就是废物一个吗 哼 不如趁现在杀了 等他带出去给本少爷丢人 爹 这 一下得罪两个势力 嗯 百药蒙的供奉 你们什么阿猫阿狗都收啊 你说谁阿猫阿狗呢 叶峰可是我从云武国请来的丹圣 丹 没听过 别垂小国不入流的术法吧 你 叶峰小友 南宫家主还不信你呢 不如 哼 吃了 哼 哼 这小破球呢有什么用 哼 用根拟解是吗 哎呀 叫你吃你就快吃 放心吧 不会害了你的 嗯 还真是什么用都没有 这是 这 这 啊 这就是灵力吗 我可以感受到灵力了 我可以吸收灵力了 不 不就是感受灵力吗 十颗高阶灵果的事 有什么好吹的 我同卖了 我同卖一重了 我 我 什么 啊 呀 现在是二重了 三重 不 不可能 肯定是这个叶峰又在耍小百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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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